這是一個Interference的基本盤 有兩個Live Speaker 接著大家都善了聲音出來 他就問了 你要聽到一些大聲小聲 要有什麼條件 他就突然不提一個字叫Interference 其實就是考Interference 即是問你Interference需要什麼條件 而Interference需要的條件應該是背的 一個Keyword就是Proherent Source 其實Proherent Source是什麼呢 即是代表它有Constant的Initial Phase Difference 之後我會詳細再解釋這個Terms 大家記住這件事 第二就是它們的Frequency必須一樣 記住是一樣的 但是Ambitual就不用一樣的 Similar就差不多 為什麼呢 就不要一哥哥低 譬如有個Situation是這樣的 它是10cm 這個是1cm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兩個做一個Destructive的時候 不會變成0 10-1是9來的 所以是不行的 但是Similar就可以了 9.8對8.9 加起來都接近0 是不是 這樣都可以做到一個效果 所以答案是Similar 而不是Same 所以就預設了Same那個 好了